歡迎回到職場教導資有問必答環節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都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是204-6566或是傳電郵給我們 在我身邊的嘉賓 仍然都是耀材證券研究部的副經理 陳偉聰Jason Jason 你好 Jason 這一節想和您看看內房股價 見到今天中國海外股價表現做得相當不錯 股價最高見過17.76元 現在暫時在17.68元 升4.6元 升超過2% 環潤置地升2元 碧桂園升2元 最新報3.28元 細房升2.8元 富力升1.4元 雅居樂升1元 合景泰富升6元 遠洋地產升6元 恆泰升7元 月秀方面升2元 1.91元 近日內房股 股價表現相當亮麗 都是因為說到內地方面 首套房貸有7折 亦都見到成交量方面明顯回升 更加說到北京有些房地產 更加有些樓盤 是出現人龍去買樓的 但今日銀行銀監會又反映了 其實沒有放寬房貸的一些項目 今日地產股A股又跌 但H股就繼續升 雖然他就說沒有放寬房貸的一些利率折扣 因為一直以來你買第一套房方面 你問銀行借錢最低都可以以一個基準利率 就是乘回7折去借貸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運作的 所以你說單計這一方面 對那個影響就不會很大 但如果你看回之前央行方面減息 其實都變相令到那個基準利率已經是調低了 之前未減息 之前就說是6.5厘左右 今次減息完之後 就大概是去到6.2厘多 意味著 就算你說都是按七折 這個折扣優惠沒有變都好 但由於整體的基準利率下來了的時候 都變相令到你借按揭方面的成本是低了 再加上就說這一陣子的銀行都比較願意去放貸 他們吸入存款的能力是高了 另外一方面他們都需要 為新增貸款方面要做多一點的功夫 都希望有人買樓的時候 都在那個審批的程序上面 都可能會做得比較鬆 如果你說那些銀行是願意借錢出來的時候 我相信整體的借貸成本 定的折扣方面都可能會比較大一點的 所以這方面我相信都會令到內地居民 在賣樓的時候的意欲都會有所提升 看到其實過去五月份 一些內房的售樓數字來講 表現亦都做得相當不錯的 亦都看到達到全年目標 很多都達到五、六成以上的 其實看到剛才提到 北京方面 再到出現人籠去排隊買樓的 其實今次美銀美琳也提到 減息是利好內房情緒 除了對他們的負債比率下跌之外 對公樓者來講 負擔能力都略有改善 其實會不會見到 相關的內房股已經升上來 其實再直播的空間又大不大 會不會見到內房股仍然都會被看好的辦法 如果你說中線來講 未來的三個月至六個月來講 按照這一類的股份 都不會太差 因為這個板塊 其實由上年的第三季開始 都做得一般 所以你看到很多一些 特別的比較細型的內房股 其實那個股值 PE方面都跌到 一個非常之低產的數字 最低的時候都會見到內房股去到三倍左右的PE 雖然你說近期回徵了 但實際上他們的股值都不算特別高 只去到他們之前一些所謂的平均值的水平 當然如果你說選比較大的那幾隻 例如像688來計算 那個PE現在都去到大概9.6倍 跟整體藍籌股 即恒生指數的PE就差不多 所以你說它是不是特別便宜呢 當然就比起之前來說就不算了 但是你說現在這些股值 是不是沒有這個空間再升呢 我相信這個說法也是不成立的 所以如果你說要選這類股份 就是可以一個中線的部署 但是你說短期方面會怎麼走呢 始終如果你說看回短期的圖表上面 由於說這一類的股份 都叫做是升穿了之前的高位 還有在整個形態上面 說這兩三個月都叫做是跑贏了大市 是非常之多的 如果你說以688為例 說股價升到上去接近17.7的時候 就跟上年8月份的高位已經是相差無幾 我相信這些阻力區 就未必說那麼容易可以在一下 即一下就可以叫做突破得到的 最大機會的行法 就可能升到上去這些位 先做一個調整 去大概10天 20天線附近的時候 才有機會重新展開一個升浪 所以你說現價追 我就不太建議了 但是有機會落下去 大概16.5再入的話 直播率就會高一些 另外剛才提到美銀美林 就因為減息的疑言 就發表了一份報告 他就說到 對境內債務較多的發展商 是比較有利 他就首選三隻股份 是恆大地產 世貿房地產 和華院置地 其實會不會看到 如果發債比較多 又或者債務水平 負債比率比較高的股份 現在買市盈率又偏低的話 反而直播空間比較大 說得對 因為始終剛剛說的688 雖然你說的規模 或者整體的土地儲備 賣樓方面的數字 都是叫做幾好 但是如果你看到負債方面 其實比率就不算特別高 所以你說減息對於那間公司來講 直接的影響就不算特別大 但是剛剛 就是美林說的三隻 特別是你說世貿房地產來講 整體負債比率都接近有九成以上 就算是恆大方面 其實都是不低的 如果你說這些本身 就是那個發債方面的量是比較大 以及來近都有一個 就是比較沉重的融資壓力的時候 這一刻 即中央減息 就變相令到他 來近要借錢方面的成本 都可以是便宜一點 所以如果你說一個短期角度 那似乎一些越高負債的內房股 受惠的程度就越高 就不如說說恆大先 恆大5月份的合約銷售 之前公佈了 有103億7千萬人民幣 單月來講就創了新高 累計合約的銷售額 已經去到268.2億人民幣 累計合約銷售面積達到440.5萬平方米 其實見到5月份的時候 集團已經在加推一些推售新盤的開盤力度 全月新開盤項目有6個 在在售的項目累計達到146個 6月份計劃開新盤都有6至8個項目 現價在4.56元 今天升超過1%上來 見到市盈率來說都好像不夠了 5倍那麼多的時候 在高位回落的時候 現價買的話 直播空間大不大呢? 恆大仍然都是採取一個策略 就是以一個比較保守的定價 盡量套現多些資金 買回多些的樓盤 整體你看到每平方米的售價都是6千多元 都屬於一個偏低的數字 但是由於本身恆大賣的樓盤 都集中在一些三四線城市 所以整體的物價或者整體的樓價方面 都是比較低 這方面都會幫助整體的銷量上的提升 以及應該如無意外都能夠達到 全年的售樓目標 所以如果你看回這些因素 對於恆大來說的股價 都是有一個利好的作用 你看到之前在5月中的時候 股價曾經落到大概3.6元 但是短短一個月來講 已經是上回接近4.6元 這些位置我相信可能短期都會有一個阻力 因為你看到之前一個叫做橫行區 或者小型下降軌方面 都是頂住了 這些位置如果這一刻升不穿的話 不排除股價 有機會落到50天線 左緊的時候才會重新展開升浪 另外說到華潤之地 南籌股 就看到市盈率接近南籌股 大概是10倍左右 早前大火 就給他目標價17.1元 給他買入評級 早前創作高位15.76元 現價來講是15.68元 潤地的表現又如何看呢 潤地表現其實在近這個多月的表現 都是叫做不錯 你比較一下 這麼多隻內房裏面 特別大那幾隻 他都屬於炮得很快的一隻 還有跟中海外有個不同 之前中海外還未能夠突破上年8月份的高位 但是這一隻 其實已經是正式在過去幾天突破了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叫做領先的話 這一隻就過度領先 所以如果你說接下來 整個地產板塊要做調整的話 這一隻的調整的機會都是挺高的 好,謝謝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一節回來 仍然都是即場教路之有問必答環節 家庭觀眾有任何股票問題 都可以打電話給我們 稍後回來見